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太磨蹭 技巧就是在你打方向盘的时候 把车头转得大一点 这样就不会碰到旁边的车辆了 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 就可以把车停在里面了 大家要注意的是看好车头 别碰到其他车辆 这种是把车头朝外的停车方法 其实也不用飞的这样 也可以直接把车开进去 让车头朝着里面 这样的话 开出来的时候也很方便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宽敞的场地就不要这样做了 还是用把车头朝外的这种做法吧